原标题 那五千年农耕一直是百姓们已生存的基础 而在当时的崇祯皇帝在位期间 真好当时的农耕受到天灾 百姓温饱难以解决 饥饿难耐 而当时由进登窟的明朝朝廷 难以解决这种突如其来的天灾 难民有此起义 大规模的义军迅速崛起 和明王朝旗鼓相当交兵多年 最终明王朝倒在了奴民起义的义军 和清军的激战之下 崇祯皇帝为了维护明王朝的统治 不惜一切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义军 清军对阵 当时的明王朝却是一盘散沙 崇祯皇帝派出的众多名将 在战场上却是屡战屡败 这也不能绝对的说 明王朝就没有一个人才 当时有这样一名良将 他叫曹汴骄 由勇有谋 金山西人 明朝著名将军曹文赵 知之 力大无穷 年少便随曹文赵将军在军中效力 为保护明王朝 数次贫富战乱 备受崇祯皇帝赏试 当时的明王朝很难有将领 能在战场上抵挡高营降 李自成所率一军 曹汴骄使为数不多的将领 而且赢得了许多胜利 崇祯十一年 曹汴骄与李自成激战数场 军情紧急 曹汴骄近一夜不解盔甲 在曹汴骄带领的部队的猛攻下 李自成被迫无路可走 死伤惨烈 崇祯十一年六月 李自成着眼看去陕西早无安宁渣战之地 筹谋冲破铜关踏进中原 曹汴骄率明军在铜关部下重兵埋伏 静候李自成自坠陷阱 曹汴骄中军主攻 在李自成军队后步步紧逼 一点点将李自成逼进埋伏圈 眼看一军大军中了埋伏 一声呼喊 于是扶兵群起 向李自成发起刚猛的攻击 李自成虽然所向披靡 但此时已经精疲力尽 斗志全无 结果溃不成军 身边将士落荒而逃 明史记录 自成的七个孩子都兵外中丢失 身边只有七个士兵 光芒逃入山落大山之中 此役之后 曹汴赵帅中军作战勇猛 被以至公认为曹兵无敌 九月 一个漆黑的夜晚 曹汴骄率领一队精锐人马 突袭松山城门 直逼亲军正皇席营地 他是亲军核心力量 装备优凉 由黄太极亲身指挥 所向无敌 但他们被曹汴骄的突袭杀得猝不及防 死伤惨重 曹汴骄所率的人马 在清军营中势不可打 逐入无人之地 此时 黄太极正在营帐中商量军务 清军人马全出 是死抵挡曹汴骄所率精锐人马 在激战之中 曹汴骄负伤几处 不顾生死直逼黄太极营帐 在曹汴骄所率人马英勇无敌 把黄太极身边的士兵们 斩杀得所剩无几 就当黄太极营帐树不知遥时 曹汴骄再次被箭射中 不得已而射退 此次突袭 虽未能杀掉黄太极 但他突袭清军精锐 又能全身而退 足以见他有勇有谋 黄太极暴怒 处罚了一批将领 后来 黄太极攻破嵩山一带名将 英勇战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